大家好,我是懒妹,前几天我一个好朋友从东北回来给我带了一袋这个,你们猜猜是什么? 他说这个很贵,一斤要100多块钱,有猜得到的吗? 不过说实话,看着这个,我自己都有点不敢摸,其实它就是残鹅。 养过残的人都知道,残的一生会经过四个阶段,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化鹅。 朋友说这个残鹅炸着吃特别香,用手捏着,肚子里面是硬邦邦的,据说里面是满满的紫。 今天呢,我就来做一下,将残鹅倒入清水当中洗干净,我这个残鹅呢,是已经剪掉了翅膀的哦。 洗干净之后捞出来,沥一沥残鹅表面的水分。 锅内的油温烧至五六成热的时候,倒入残鹅,小火炸制。 炸的时候,用漏勺或者筷子,不断地翻顶翻动,让它受得均匀。 炸上五分钟的时候,残鹅基本上都漂浮起来,肚子是鼓鼓的,那锅内的泡泡也不是很多,这就证明残鹅快炸好了。 我们继续炸一分钟,就可以出锅了。 捞出粒油装盘。 撒上一点烧烤蘸料,吃的时候直接蘸这个蘸料吃就可以了。 掰开一个残鹅你们看看,哇塞,里面全是紫,而且还是绿色的。 据说吃起来嘎嘣脆。 我尝一下你们听听声音,是不是嘎嘣脆。 怎么感觉有点像在放鞭炮呢? 口感真的很独特,有机会的话尝试一下吧。 我来说,这些卧鞭炮的方法是在放鞭炮。 我来讲,你可能是很小的,我会拍到鞭炮。 我说,我开始放鞭炮,我的鞭炮炮。 我来讲,你会拍到鞭炮炮炮。